大家好 我是蔡律师 我们今天这个录音呢 会发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 也会有对应的文字版 那么首先呢 这里给我们的客户和其他的 关心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 以及微信公众号的观众听众 强调一下呢 就是目前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还在照常工作 我们律所所在的Virginia州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郊区 Virginia州呢 最近也颁发了 所谓叫Stay at Home Order 要求大家尽量减少聚集 减少不必要的出门 相应的呢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超过10个人 根据政府的要求呢 我们现在呢也在家工作 同时呢 我们还会按照正常的时间线 来为客户准备申请材料 客户可以通过Email联系我们 我们会及时锤付并且处理客户的申请文件 另外呢 我们还会定期在办公室收发信件 处理来自移民局和其他地方的邮件 告知客户来自移民局的消息 具体呢 我们也希望客户和我们通过Email及时保持联系更新情况 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讨论一下公众负担和爱485绿卡申请表格 根据爱485表格目前的最新版本 在左下角呢 写的日期是2019年10月15号 右上角写的过期日期是2021年的10月31号 请注意要使用当前的最新版本 否则呢 移民局不会接受这个爱485申请 新版的爱485呢 包括了公众负担方面的内容 具体来说 在这个表格的第14页 问到了公众负担的问题 另外我们知道呢 申请人还需要填写爱944表 可以参见我们微信公众号 在2020年2月写的相应的文章 对公众负担的分析 接下来呢 是更多的具体内容 讨论哪些情况 可能算公众负担 哪些不算 首先呢 因应当前的时事 我们知道呢 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对于这个的阳性检测 以及治疗都不算做公众负担 其他的呢 比如说孩子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就读 读书本身 以及学校提供的费用减免的午餐 这些也都不算公众负担 那么我自己作为本周居民 如果说上大学 享受周内学费 或者有来自大学的奖学金 Scholarship 这也不算公众负担 但是如果是学校 因为考虑到你个人或者家庭收入原因 而相应提供 need-based 求医生学费的减免 那个有可能会算 接下来呢 在美国申请医疗保险 如果你用到了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补贴 这个叫Health Insurance Subsidy 那么这个呢 有可能要算公众负担 那我如果现在在美国不能通过雇主来购买医疗保险 那我怎么来买保险呢 你可以在网上有一个叫Healthcare.gov 买这个奥巴马care这样的保险 但是呢 如果使用了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补贴 那么有可能会算作公众负担 对于申请绿卡不利 如果现在已经有绿卡 或者加入美国籍呢 一般没有问题 当然这里有一些细节 如果已经有绿卡 又离开美国超过六个月 再返回理论上有风险 具体呢 可以联系我们 那么如果说我过去已经用过啊 像这些公众负担 不管是医疗保险啊 政府的补贴啊 或者是别的 那么会不会有问题呢 其实一般也没有关系 首先呢 你只要现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求 考虑停止就可以 因为首先呢 公众负担这个要求呢 是在2020年的2月以后 才开始计算累计考虑的 在此前用的福利 一般来说呢 都没有关系 另外呢 在你提交2485的时候 一般是看过去的三年 如果你觉得距离提交2485 可能还有不止三年 那么也没有关系 只要在提交2485以前的三年 一般来说 没有用到有些公众负担就可以 当然这个方面的规定是比较新的 也还经常在变化 需要注意 如果是来自医院的账单减免 比如医院本来要说5000块钱 后来减免到了1000 这样的一般也不算公众负担 那么另外呢 我们知道美国有各州经营的医疗补助 叫Medicade 这个大多数州的这个Medicade 因为它也是州政府接受联邦政府的资助 所以一般也会算作公众负担 其他的公众负担的例子 比如说食品券 还有住房补贴 政府提供的廉价或者免费的公寓房 这些要算公众负担 但这里面又有一些例外 比如说给孕妇和21岁以下未成年人的Medicade 不算公众负担 为紧急情况下医疗使用的Medicade也不算 具体的例子 比如包括前面提到的COVID-19 冠状病毒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车祸 或者因为犯罪行为受伤 要医治等等 那么如果是你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使用的福利 那和你自己用的福利不一样 孩子出生在美国是美国公民 他名下的福利 一般来说不影响你的身份 也不算公众负担 那么在报税的时候 大家知道有孩子 往往可以使用得到 叫Child Tax Credit 这个也不算公众负担 另外最近 美国联邦政府 因为COVID-19病毒应对 给很多家庭来发现金补贴 然后有的时候成人1200 孩子每人500 像这样的 只要你符合收入条件 和作为美国的报税居民 这个Resident Alien for Tax Purpose 这样的条件 这个也不算公众负担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爱485表格 这个新版里面 对于职业移民 尤其是副申请人 什么叫副申请人 主申请人的配偶和孩子 像这样的 在这个表经常填错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着重讲一下 有一个问题是在爱485表的第四页的左下方 这个问题问到的是什么呢 说你现在要提交爱485 Adjustment of Status 办理绿卡了 那么作为职业移民 对应的爱140申请 是不是有你的亲属为你提交的 还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你的亲属包括你的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等 是不是他们来为你提交的 那有的人呢 相应的可能会想到 我是副申请人啊 那这个主申请人 他叫爱140的这个人 是我的配偶或者是别的亲属啊 所以呢 我这里是不是应该回答yes呢 这个是不对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 在这里呢 需要回答no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这个问题问的 实际上是说呢 如果你的爱140申请 是由雇主来为你提交的 所谓职业移民嘛 雇主是petitioner 你个人是受益人beneficiary 那么这个雇主 他是不是你的亲戚 怎样来理解呢 我们更详细的讲一下 大家知道职业移民 一般要求是说 这个工作要需要有人来做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美国人来做 因此呢 需要给你提供绿卡 请你来做这个工作 那么如果你的亲戚是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主要股东之一 怎么判断呢 他占据所有的股份的5%以上 那他雇佣了你来做这个工作 再为你申请绿卡 判断是否应当要雇佣你 而不是其他符合条件的美国人的时候呢 他和你的亲属关系 可能会影响到判断 我们再举一下详细的例子 比如说在有的中餐馆支架店等等的企业 理论上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是一个中餐馆的老板或者股东 是吧 我把我的亲属 这里一般是直系亲属 包括兄弟姐妹 然后呢带到美国来 说来给他办这个职业移民的绿卡 好 那么前面解释了呢 485呢 这里问到的是这方面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你的公司的老板啊 或者股东 他是不是你的亲戚 包括你的配偶啊 父母啊 子女啊 兄弟姐妹这样的 然后就是你的亲戚雇佣了你 然后呢 给你办理美国绿卡 问的是这种 所以呢 对于大多数申请人呢 不是这种情况 这里要选no 具体来说 比如EB1A杰出人才 W国家利益豁免 这些类别的I140呢 是自主申请的 不需要雇主 在这里当然呢 就需要选no 不管是主申请人 还是副申请人 在I485 这里都可以选no 那么其他的专业人士的工作 比如说你做IT啊 做accounting啊 做工程师啊 科研啊等等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这里也应当填写no 那么如果确实正好这个雇主 他是你的配偶啊 或者父母啊 子女啊 兄弟姐妹啊 那这里呢 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那么就需要写yes 这也不是说呢 这样填呢 这个申请就不能批准 只是移民局呢 会比较严格的审查 因为要看到呢 没有叫self dealing 裙带关系 是吧 因为他是你的亲戚 所以才雇佣了你给你办绿卡 拒绝了其他符合条件的美国人 不是一定会发生的 如果你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 也还是可以取得绿卡的批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讲座讲到的题目是 疫情期间 我们还在工作 坚谈公众负担和爱485表格上 经常填错的地方 如果有更多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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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